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正的明星魅力不仅仅在于外表 跟随他们的脚步 我们将见证新一代影视巨星的诞生 感受中国娱乐圈新生力量的崛起 杨子的演艺生涯堪称传奇 从未受争议到广受赞誉 他用实力完成了一次华丽的逆袭 作为同兴出道的杨子 早年因在家有儿女中饰演小雪儿家喻户晓 赢到了国民闺女的美誉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的外貌却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 在这个外貌至上的娱乐圈 杨子的长相似乎与爵士美人的标准相去甚远 这让他一度陷入困境 面对质疑和非议 杨子并未选择退缩 而是以实力回应 在战长沙中 他勇敢挑战从懵懂少女到宝京沧桑母亲的角色跨度 展现了他对表演的热爱和不懈追求 这次尝试成为了他演技进阶的重要里程碑 真正让杨子一战成名的 是他在《香蜜沉沉浸如霜》中的出色表现 饰演紧密一角时 他将少女的纯真与成长后的复杂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特别是那些令人心碎的枯息 杨子的表现堪称教科书级别 他的泪水仿佛能穿透屏幕 直击观众心灵让人不由自主地随之落泪 无论是对爱情的懵懂 还是面对被叛时的痛苦 杨子都将角色的情感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近期的作品《陈香如谢》和《长相思》中 杨子再次展现了他的演技魅力 尤其是在《长相思》中那常染血梅花灵的戏份 他的无实物表演震撼了无数观众 展现了他强大的共情能力和表现力 即便没有实际的道具支撑 杨子依然能通过细腻的表情和动作 将角色的痛苦和绝望传递给观众 如今的杨子已经从当年那个备受争议的小雪 蜕变成为了实力派演员 他的五官虽然不算出众 但却有着一种亲和力 让观众感到亲切自然 这种邻家女孩的形象 反而成为了他的优势 让他能够更好地融入各种角色 杨子的成长历程 不仅是一个演员的进阶之路 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和自我突破的励志故事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征服了曾经质疑他的观众 成为了九五后演员中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从最初被质疑外貌 到如今凭借实力站稳脚跟 杨子的经历告诉我们 真正的明星魅力不在于外表 而在于内在的实力和对表演的热爱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杨子用自己的方式证明 只要有实力就永远不会被埋没 他的故事无疑会激励 更多怀揣演一梦想的年轻人 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用实力说话 在新生代演员中 成义无疑是一个独树一帜的存在 他的容貌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绝美 却有着独特的魅力 清晰的轮廓挺直的鼻梁 再加上丰满如花瓣的嘴唇 既有男子的刚毅又带着一丝妩媚 这种阴柔阳刚并存的气质 让他在古装剧中尤为出彩 堪称古装剧的天生主角 成义的演绎之路 可以说是从琉璃开始真正起飞的 在这部剧中 他饰演的于斯凤从少年到青年 经历了情感的起伏和性格的成长 成义将角色的每一个阶段 都诠释的恰到好处 无论是初恋时的慌张失措 还是成年后的雄心壮志 都被他演绎得唯妙唯笑 尤其是那双会说话的眼睛 无论是表达爱意还是传递痛苦 都能让观众感同身受 然而成义并没有满足于此 在《沉香如蟹》中 他挑战艺人分是三角 每个角色都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这种高难度的表演 成义却驾驿的游刃有余 展现了他惊人的演技实力 和角色适应能力 今年热播的《莲花楼》中 成义再次展现了他的表演魅力 他塑造的《李湘怡》既字名不凡又淡薄名利 内心矛盾重重 成义将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演绎的入目三分 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既自负又充满愧疚的立体人物形象 即使在现代剧中 成义的表现也同样出色 在《南方之我意》中 有一场戏尤为令人印象深刻 成义饰演的角色遭遇车祸后在医院醒来 发现自己已经失去行动能力 在这场几乎没有台词的戏中 成义仅平面部表情和眼神 就将角色的绝望和痛苦演绎的令人心碎 苍白的面容紧锁的眉头 以及那颗从眼角缓缓滑落的泪珠 无不令观众感同身受 这种细腻的表演 让成义赢得了演技保命第一人的美誉 成义的成功证明了在娱乐圈中 真正的实力终究会被认可 他180公分的身高更是为他的形象加分不少 无论是白衣如玉的温婉公子 还是红衣似火的一气风发 都能被他完美驾驭 即便是戴装的造型 也丝毫不影响他的魅力 反而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气质 成义用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 成为了新生代演员中的佼佼者 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演员的成长历程 更是一个关于坚持梦想 不断突破自我的励志传奇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 成义用实力证明 只要有足够的才华和努力 就一定能在这个舞台上大放一彩 他的成功无疑会激励更多 怀揣演一梦想的年轻人 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 用实力说话 成义的崛起也预示着 中国影世界正在迎来一个新的黄金时代 我们有理由期待 未来会有更多像成义这样兼具颜值 和实力的优秀演员涌现 在新生代演员中 谭剑刺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 他的外貌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俊 却有着令人难以忽视的魅力 坚毅的面部线条和立体的五官 赋予他浓郁的男子气概 而圆润的鼻尖和娇小的嘴唇 又为他增添了一丝稚嫩可爱 最引人注目的是 他那双清澈明亮的眼睛 仿佛小狗般纯真无辜 却又能传递出复杂深邃的情感 谭剑刺的气质在演艺圈可谓独树一帜 不孝使他宛如一位清冷高贵的王子 笑起来时 又仿佛拥有至于人心的魔力 这种独特的气质 在《长相思》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银色长发白色长袍 扮演面旁的面具 这些元素为他原本清雅冷烈的气质 又增添了一份神秘感 在《长相思》中 谭剑刺饰演的向柳 是一个内心极度复杂的角色 从最初令人畏惧的巫师 到被小妖感化后的痴情人 谭剑刺将角色的转变演绎的淋漓尽致 特别是那些含蓄压抑的感情戏 谭剑刺的眼神和微表情 无不令人动容 当他面对所爱之人时 嘴角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一丝微笑 以及那种深情却又常常低垂的眼神 都让观众未知心碎 而在现代剧烈最图鉴中 谭剑刺的哭戏更是让观众意向深刻 他的哭戏并非简单的嚎啕大哭 而是客制中带着深沉的悲伤 无声胜有声 这种表演方式不仅展现了谭剑刺的演技实力 更引发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让人不由自主地为之动容 谭剑刺的成功在于他多元化的表演才华 无论是古装还是现代戏 温柔还是冷傲 他都能完美驾驭 即便是身高 这个可能被视为短板的因素 也丝毫不影响他在演艺圈的发展 相反他扎实的舞蹈基础 使得他在形体外貌与姿态气质方面无可挑剔 谭剑刺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演员魅力 不在于外表 而在于内在的表演实力和对角色的理解与诠释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站了了脚跟 成为了新生代多元化表演的代表 谭剑刺的崛起不仅是他个人的成功 更预示着中国影视行业的新气象 他的表演风格多变 可塑性强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体验 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像谭剑刺这样的新生代演员不断成长 中国影视界将会迎来更加多元化和丰富多彩的未来 在外貌之上的娱乐圈 张婉毅的崛起无疑是一个励志的故事 虽然他的外貌并不出众 甚至一度被认为可能限制他的戏路 但张婉毅凭借过人的演技实力 成功打破了这个桎梏 成为新生代演员中的一匹黑马 张婉毅的演艺生涯转折点史于电影觉醒年代 在这部作品中他仅凭几秒钟的镜头 就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短暂而惊艳的表现 让人们开始关注这个看似普通的年轻演员 然而真正让张婉毅大放一彩的 是在电视剧《长相思》中饰演的枪旋一角 这个野心勃勃又善于伪装的角色 被张婉毅演绎的入目三分 无论是作为市井小民时的老恋 还是拉拢各路人马时的周旋 张婉毅都展现出了精湛的演技 特别是在独影发作的戏份中 张婉毅的表现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又心生怜悯 鲜红的双眼 灵万的头发 以及凸起的青筋 无不展现了角色的痛苦与挣扎 而当她听到小妖低语轻患 重新恢复一些理智时 那种不惜咬伤自己也要保持清醒的决心 让观众即感到震撼又备受触动 张婉毅的成功证明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外貌的优劣并不能决定一切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 成功地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站稳了脚跟 成为了新生代演技派的代表之一 张婉毅的故事不仅是她个人的胜利 更是对整个娱乐圈的一次有力冲击 她的崛起提醒我们 真正的演员魅力不应该被外表所局限 而应该在于对角色的理解和诠释能力 在这个充满可能性的新时代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张婉毅这样 凭借实力破茧成蝶的演员 为中国影视界带来更多惊喜 成毅 杨子 谭剑刺和张婉毅的崛起 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成功 更预示着中国影视行业的新气象 这四位新生代演员用自己的方式证明 真正的明星魅力不仅在于外表 更在于内在的演技和对表演的热爱 他们的成长力程展现了坚持和突破的力量 为整个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随着这批新生代演员的不断进步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影视界将会迎来更加璀璨的未来 呈现出更加多元化和高质量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